各位同学看到的是这个题目 我国为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 以宪法未接保障人民基本权利 包含普遍个人权利保障 下列叙述何者所保障的权利 与其他三者不同 要注意一下 我们在中华民国宪法所规范的人权 包含了 平等 自由 受益 参政 四项 A选项 监听就违反了秘密通讯自由 它是属于秘密通讯自由的范围 这是自由权 B 上街抗议是不是 集会结设自由也是自由权 再来C选项 出版书籍它是属于意见自由 还记得意见自由吗 言论 讲学 著作 出版 还是属于自由权 来看一下最后一个选项 来了 有权投票给心中理想的总统候选人 来 投票 指的是参政权 所以我们这一题很明显 猪选项跟其他三者不同 所以我们答案选的是猪 这一题很明显 有权投票给心中理想的总统候选项